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肖战面部最有特色的就是他极具勾人的一双眼睛 眼神足够坚定 还外加一丝魅惑 给人一种想无限去探索的感觉 这也是整张脸小飞侠们最喜欢的部位 肖战的眼睛整体走向是个S型内眼角倒勾 睫毛特别特别浓腻 导致眼尾初出现了一小块先锤后挑的阴影 给人的感觉眼尾狭长 自带眼线的错觉 再配合饱满的卧蚕 眼睛绝美 肖战笑起来 眼睛就变成人畜无害的月牙型 特别特别有记忆点 这种眼型简直就是把桃花眼和丹凤眼的所有优势完美结合在一起了 也成为了极具辨识度特点 这是只属于肖战的瑞凤眼 我们再来看他的轮廓 很东方又很阳刚 肖战的脸型 是典型的八边型的脸型 瘦长且棱角分明 T型的下巴再搭配上薄唇 硬朗中带着一丝精致感 眉骨很高 侧面鼻子挺拔 线条流畅 呈现完美的双C线 再搭配着饱满的颧骨和清晰不外翻的下颌角啊 增加了骨相的立体度 轮廓鲜明又硬朗 这种同时有阳刚骨相又能搭配柔美五官的冲突气质啊 在他的脸上 那就分外和谐 反而有一种清冷俊秀 偏偏少年的吸引力 柔与刚 恰到好处且不突兀 让肖战的脸每一寸都拿捏得死死的 真的不得不感叹女娲娘娘造人 真的是太偏心了 不知道看到这篇文章的你已经是小飞侠了 还是正在被圈粉 不论你是哪种 粉上肖战绝对是入股不亏 明星